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不敢格外投听话了 从那个暗地也躲 就看哗啦把门被打开了 三个猎赖到了酒馆外边 没人没学个汉地八重 乖乖乖全部都转到人的房顶上去 就在那个房上边 行走如沛 野山千变 千岁六中心中暗想我的嘴 他说下次再讲 难道说能去驾江吗 我得追游 你说刘龙大一蹦小一蹦 可就追下了 好个千岁六中心中暗想我的嘴 好个千岁六十岁 hinaus车四對待我在后边 啦ááááááá . 这个历 他倒说看见,那个千夫英夫把本负贺 我贺的,找到此人就尾尾给我 三千岁,我就在后边,请追他 三个爹,鬼舞踏破海走坊 正是六种,把嘴里面看不好了 大街上,一少的人马才到街前 忘了,这一少人马还多威武 在城当中,马背上穿着腰红的舞庄 三千岁,小红刀 再说不怕的行大喊 三千岁,他不睡觉 在阳红为何来到大街前 八成事 他怕我刘荣可来四方啊 所以他,查解制裁到这边 我要是被他个来发泄,会恐怕 今天晚上就难得干三八人 去黄毛就往那个厕所里躲哟 忘了,一少的人马也走向前 南岁,大街上,为何大家走向前 三岁,神马都帮我出来看啊 后后后,也不见罪人哥弟兄啥 也不止 拉拔的三个贼人拿去了 怎不叫 一人正得靠翻了 也不止 三个贼人都没有合行 也不止 他弟兄住在那边 今晚上看不到个真情实况 到明天 我如何破案 却太广 三千岁 一种气得我可出了汗 好呀 我 大撒杯来就看看哪 正往前都抬头看 学习们不愿就把人懒 我讲讲 身着小巷可往前走 前面上山出一片小太原 我再往那边个家自习 可山出两江小猫草岸 猫草岸里边灯光线呢 就听说 猫草岸里还有人呀呢 二十一片小猫草岸里边灯光线呢 二十一片小猫草岸里边灯光线呢 你还不把家来花 你还不把家来花 怎么不叫老娘我把心坦 我人外面 小猫草岸里边灯光线呢 有了慌草岸里边灯光线呢 没有流肉啊 听得太喘 我这才 耍啦啦推开了 拆帮一样 傻男 老人家连连叫一番 哪里要向外边 天气寒冷哦 老人家 我想到你猫岸背背寒 因为我画原没画到 不敢回妙怕师父见罪 天已经 哎 寒冷了 我想到你这猫岸里背会儿风 老宅公 你答不答应呐 哎呦 我还当是谁咧 原来还是小豆子来了 要是背风 你到别人家去呀 咱这个猫岸呢 可不能让你在这 呦 老人家 你这话怎讲 何人不出外呀 哎 小豆子 你不知道 你要在俺家里呀 我怕我儿子来家会杀你 什么 你儿子会杀人 是啊 我儿子最喜欢都喜欢杀了 这个出家的盗人 见盗人他就啥 见盗人他都在呦 柳蓉心中暗想 该倒霉 让我抹到这个小子我来了 哪里要想啊 让郑然讲话就听了个东北拐子 啪啪啪啪 说这么响亮 老妈妈也挺坑楼 你躲起来 躲 我往哪儿躲 你看看这个猫岸 也没有什么地方能能藏你个大活人的 唯独的就是我那窗底下 你转到底下爬一会儿 柳蓉心中暗想这老妈妈窗底下 我怎么转呢 我爬在这个女人窗底下 人家知道不笑话我 老太太说 那就这样吧 按着锅门上还有一把稻草 我把你盖个草窝里 你看可管呢 刘蓉说这行 刘蓉就朝过梦一趴 老妈妈把个稻草喝起开了以后 就把个刘蓉盖那草窝里去了 哪里要想个酒在这事 打外边老妈妈儿子就进来了 他儿子是谁 就是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个小白脸留情 娘 你在家跟谁讲话呢 哎呀 哪有人在忙啊 陪你拉瓜呀 是我在这祷告上身保佑你 不要在外边再闹事了的 娘 家里可有茶了 哎呦 乖乖 你要茶干什么呢 呦 我在酒馆里给弟兄们吃酒 酒喝多了 现在我有点渴了 娘 没有茶呦 没有茶 娘 你给他烧点给我喝呢 老妈妈心中暗想 过梦上就那天草这回一烧茶 把个小豆烧出来了 岗里没有水 刘青草岗里也开药 娘 这岗里不还有小半个水呢嘛 你咋不说没有水呀 哦 大概 娘 你有点累了是不是啊 我自己来烧 自己要两瓢水在小锅里放 锅盖也盖好 朝锅门口前一等 火到火 沈大酱过来也打着火把个火没的颠着了 一吹着火头 你说他拉架就来拽草烧嘞 那刘青草等在草卧里还能老实吗 醒来能不怕吗 你说他他趴在里面逮打逮 逮打逮 买把酒菜不要摘 实际上被个断墨吹 散盒子粮不盒子 一家伙跟那个前面那个稻草 盒子滑下来了 草也滑下来 那个盗帽子露出来了 小刘青也拽草 耶 一看这草卧里好像有人趴在里面 呦 这不是帽子吗 他一看这帽子 耶 还不是平常人戴的帽子 是妙里那老道的帽子啊 他又朝他娘望望 贼虽然没讲 醒来冤了 娘呀 娘呀 那个大年龄 你也不该这样 在家还不老实 夜里把个凶老道做个家 他也没看脸 他说是老道 他啪得我看不见脸咯 心中外相儿 不拿母剪 但是这个凶老道 被我发现 我可不能饶他 他 连盗帽 甲上头发 他都抓手里来了 夜神经打草 我里把个刘荣拖过来了 朝地下一摁 他也没看刘荣脸 刘荣在那儿 啪个地下也切不来了 他就把个豆腐子打腿肚子上拽过来了 骂了一声 老道 砸毛的老道 啊 砸毛的老道 小刘荣 他的肚肉囊子 学多高 你也嚐嚐 骂老道 你来到我家 为哪跳 讲得好料 两拉刀 讲得不好啊 我要你向上为狗的票呗 他说着闹来 那个白桌弄啊 要啥个钱 随个罗关药 三流肉一间 婚下调 江宁府 江宁府 保家的官员 江宁府 保家的官员 盼了街灶八四十六岸 还有那张峰哥和李彪 你们在江宁府 拿小刀 我夜间四旁 热到强盗里 早来了一回 还能救我呀 晚了我谁又是死又报销 三六种爬在地上 安安考虑回 小刘青一行行 要杀这个罗瓜药 眼看看千岁六种 性命难保 老太太说你个大冤家呀 你怎么又想杀人的 你怎么骂人家是老道 你也没看看人家年龄 也没看人脸 你都知道人家是上年岁的人 他连你年龄大都没有 你看他能是个老道的吗 哎 刘青把个刘青 抓起来一看脸 哟 还真是个小刀子呢 你怎么为啥过门 二郎 因为这个小刀子是个好人哪 自从你在老家惹了祸了 你把娘带到了南京 那天为娘不为你担心害怕 为你安全 我整日到庙里扫乡 求生保佑你 哪一次到庙里 这小刀子都对我很好 都给我看作 所以呢 他来到外花园 没花到 景营回去怕师父见罪 天也冷了 来到安眸岸 背背风里 我都知道你会杀他 我怕你回来 哎 我让他走 他没走掉 我就挺你绝不胜来家了 我没有法藏他 我就给他藏给他草我里的 你个原家高子 没有想到 他就被你发现了 你还能叫杀人 他对娘那么好啊 肯定没有仇没有缘 你为什么要杀人呢 你在老家杀人 老家家都不能登了 都跑到这地点来爬风 你现在还想杀人 留情也挺怎么 这小道子 对娘好 哎呀 我还以为你是老道的 我还认为你跟娘俩有关系的 这个家伙差一年了 他说话也没有准身了 听到了 你对娘好 那我对你也好才对呢 对不起你了 好刚才 这样 我到街上边 带一壶酒来 买点小菜来 我给你压压井 你看怎么样呢 娘 我去买点韭菜去 这话说都对了 小刘青立了自家的猫案 大街上戒业了 哪还做生意的 他成天的那些挑战 都是杀夫济平 那个耶和酒去乡亲那家 路那家酒管大 他还不如摸到这家来呢 人家没做生意要前方唱起来嘞 他在外边 开门开门 乖乖离别小伙计听到 谁呀 谁呀 是那亲爷 谁呀 那您管贼做生意都怕他 不敢怼着他 哗啦 闻开开了 哎呦 亲爷 天到这晚了 你老娘有事 没有别的事 打酒的 哦 我跟老板 招呼起来 一给老板讲 老板就前来来 招待留情 亲爷 你需要多少 老贵决一壶 好好好 爷们您奶奶 费事 都把他一壶酒 给他灌好了 算三账 谈多少钱 哎呦 亲爷来 要什么钱不钱的 那就喝 就是又不是外人 可是老板醒了想的 哼 要钱 整天要钱 你也没给一个 你那说的好听话 啊 这样 呃 酒那我也不能背领走 你给我寄个账 有钱的还的 也没有呢 慢慢一壶再还 给我上个账 哎呦 把一壶酒的上不桌账 上不桌 那上不桌 管了 再借十两银子给我 这会能上桌了吧 你那那老板还不敢不给呢 给一壶酒和他铁石 两银子就交给刘青了 刘青有酒了 这还没有菜嘞 出了酒馆 想买菜 就听前面有人说话了 慢烧鸡了 刘青上前一看 又是小孩 他认识 小王小二 二子 你娘病好了吧 要亲爷 你老你到现在还没睡觉 你问俺娘呢 自从你绑我四十两银子 给俺娘治病 俺娘病好了 不过好是好了 身体血弱 还没恢复 病 敲签没化疗 还剩有几两三岁银子 俺娘舍不得化 叫我饭烧鸡卖的 天天晚上呢 外号呢 卖的极致烧鸡 赚的利息 都给俺娘娘第二天吃的了 因为今晚上呢 大姐戒烟了 上晚上还没敢卖 下半夜我这才敢出来 亲爷你在哪呢 家来朋友了 我去买酒的 哎呦 亲爷 光有酒没有菜也不行啊 来 给你一只烧鸡 拐个小甭生 也不能吃 要这不还是你老你的钱 做事也甭钱的吗 那就吃去 小二应该 流行一看 要拐拐 二子还拐够朋友呢 行行行 那就拿着吧 今晚也没法买别的白菜了 钱花了 下回亲眼的高岛 再绑一口 流行干了一只烧鸡 还有一壶酒回来了 来到自家蒙安 把个破晓做的也摆好 怪怪也没有办 弄做就办两块 吐血炒旁边一发 知道了 来 坐下来 今晚上戒烟了 也买不到什么好菜了 我就搞一只烧鸡 一家伙把那个烧鸡腿 揍下来一只 娘 这一只烧鸡腿你啃 又把这一条也拽掉了 小刀子 你吃 你吃吧 在酒馆里面 我吃的好菜 吃不少了 还是你吃 我不大怎么饿 我陪你喝两杯 都行了 把这个鸡腿 交给刘荣吃了 你是他抓胡在手 都都都写了两杯 小刀子 来我陪你喝两杯 压压惊 刚才我对不起你了 刘荣一听他说话 怎么咱咱咱了 好像不是蒋南的 蛮的说话的口音 我说 山主 你也对我很好啊 但是我还不知你姓什么叫什么 你怎么在这个猫岸里去住啊 你忘了这 为什么在这猫岸住 这是大菜园上的猫岸 俺没有家 所以在这猫岸里 一个俺娘娘在这住 来给人砍菜的 你家在哪 家在哪 提醒俺家立着个圆咯 实话告诉你 我是做贼的 你别看我在南京 管虫是个管贼 嗨 我们家还要做大馆咯 天生的烂马 小柳青 手短的酒杯 把话来名 小豆腐 小豆腐 问我家不在 南京住 家住哪呀 我这老家千里要远 住在山东 家住在山东 青州府 带官那小县 名叫主称 小东北道有 四十湖 旁过大楼 那个油蒙挺 桌上姓柳 这里一个子 有一个柳子 穿完动 非子呢 不敢把福明来表 字眼福明最不行 我想告罪了 好讲话 老爹爹管辉 就叫兄牛鸣宏 谁来了我娘 张神年呀 说谁是孩儿 我是古丁 我瞒你哟 我名字还是大爷齐呀 他给我起名 就叫刘青 俺爹现在不在了 只有俺娘俩过日子了 俺大爷朝中 八官走 三辈子元老叫熊六童 我的大娘丁氏女 一辈子所生的三弟兄 我的大哥叫刘青 我的二哥名叫刘亨 就说那三弟他的年龄小 他小名三秀 号叫刘肉 在老家 暴打不平 把人打死 在老家遇到个婴子 强人哄话又牛 我暴打不平 我这家伙跟那个婴子干死了 所有啊 北桌安娘 逃留生命 我这两脚匪皮 哥有多快 爷谈爷爷 北桌安娘 列到南京 我跑了大爷 还有三弟来找我 所以我跑到了南京 来爬风 这都是三三家一事成话 我没有许言来坎口 小刘青 正然说话 睡着觉 烟壁也塌了 坐了门楼 别说这个大铺中 他说说他能睡着了 为什么 刘青妍有点愣头愣脑的 这时候 那一旦没惊动 那一个 惊动了前岁一个后穿工 我还到这个 才让他是哪一个 而然之岁青咖 名叫刘青 我又想给我的轻狗说实话 我又怕他逃跑 他往上两条的退坠风 我飞猫的一炮我逮捕到 我又想给他说实话 我叫他帮我到奖宁府 去给我三次拿上 他已经在酒馆的奖来 说箱子里哪样宝贝有多粗 有多长什么宝贝 他没说 他心里有所以我没听到 我又想说我是他兄弟刘蓉吗 他奖在奖里 在老家跑 他打死人 盘底跟我会炸他 他在跑到南京爬风里 这不给他讲 这三次上我没有发言 这又怎么办呢 转型一想个人 转型一想个悠悠悠患 你忘他来到了生娘面前鬼流平 先口头口江花 生娘连连口内宠啊 尊专业上生娘的你老子 你老子啥 只我给你 放安宁啊 老太太一看我管个小刀子 你总说我是你生娘 你是我侄子啊 我有侄子倒是不错 俺家侄子从来也没出国家当盗子啊 你是谁呀 生娘 你老人家不认识我吗 我不是你侄子散秀吗 啊 你是谁 你是柳蓉 我乖乖 你在北京做大馆呢 你咋不做馆啊 你又出家了 生娘 事不想吗 我今晚上是该办个家道子 我是个家的 啊 你怎么来到南京啊 柳蓉美麦美露 把前后的事情就跟他生娘讲说一遍 生娘 两次上我咽不出来 明天一早三次拿上再拿不出来 你知这颗人头就交给死者机关了 刚才在酒馆里我听我请哥讲 他知道什么东西害死了长鲁 现在我想把他带进奖宁府 我怕他会跑 我拿不住他 生娘 我想这样的呢 你在这 给他留个家里 不管怎样 你把家的说门 明天一早 我就派人来把他押进奖宁府 生娘 你老人家在委屈业 明天我派人把请哥带去以后 我就把你请进奖宁府 你再也不会在这毛岸受罪了 老太太说 孩子你放心吧 南京没有你请哥帮你 谁还能是你的请人 哦 生娘 那我 我就走了 儿啦 你好走啊 老太太说 我抬着乎了 我三六种啊 谁抹着打击 不敢吃启 你忘他来得有个江宁府 喜欢了 倘喜呢 留了 哦 弟兄 出言来也没大旁人家 连把我的后也哭 正好五更三天天一亮 六人回来了 爷回来还是大后花园回来 兄弟六个呢 爷都没睡 爷不知三后爷 怎么到现在也不会 这爷只等到五更 一看后爷回来 大家把星座放下来 陪伴着三后爷 来到三堂书馆 把出家小 倒到那个夜上一换掉 四个星六晚上后爷 夜见四方如何 六人没买没露 就把夜见四方的 一切事情讲说一遍 掌风离标啊 你俩可认识 南宁有个管虫 请爷的这个贼呀 哦认识 随喜蒙采员的毛岸助理 认识 是呢 我们常喝他在一块喝酒 有时还在一块赌钱 好 那个人不是别人 乃是我淑辈的哥哥 名叫刘青 给我俩是管一个爹 一个奶奶的 今天啊 我要你俩能把他给他带来 因为昨天晚上 我没敢说实话 他是费毛腿 他会跑 今天我让你俩 去把他硬性的带来 带到我的江宁府 我要了三次给我拿上 哦 掌风离标也挺厚言 那你老人也放心 那你俩能把他给你打 一句情流情 听侯爷说 被毛铁台啊 跑了一个快哟 有空怕下坛 却仍不安 伯罗咯 又又又啊 弟兄两 叮先跳个鸡垃圾 一边走 一边啥呀 一句话啊 猫啊不用把人 他得用 大情早 多说个猫啊 又开口叫啊 开门 开门开门 大李弟 这不才出来的小流星 哎哟哟 这一夜叫睡的还真怪好 什么人在外 我瞎话吧 柔柔眉头我睁开眼 哇打开辽门二房 打开房门 被外看 呦呦呦 那被是压门里的二柴 柳星一看 哎哟我还当时谁 还是你两个小碧阳的正不将就 大情早来读我山盟瑶子 这什么话 这叫贼语 就说你压门上柴板 一早上就给我门读起来了 柳星心中还想回 事情要出来了 昨天晚上大概是拱地龙李表 钻点绕小后期贼不紧 朝外吹了 说江宁府一案我柳星知道 要不然 一早上他两小怎么把我梦就堵起来了 今天 哎 哎 我说掌风李表啊 你俩有什么事吗 亲爷 我们是来请你的 请我 请我干什么 何旧 还是都签的 是俺家江宁府大老爷派我们小弟俩来请你的 怎么怎么 大老爷 柳星一想回回回 还能是来逮我的吗 你俩小子被骗我 到底你老爷请我还是逮我的 还请你的 打管能来请我这个做贼的吗 你不知道 确实是俺大老爷请你的 要不想应你看 这是一张请帖 干什么拿来请帖 这两个小子 美丽江宁府都考虑了 心中爱香 后爷后爷 你叫我们逮你的请客 他是一队匪毛腿 无功又高 我们能相助他吗 所以领来呢 这两个兄孩子也会出点子 偷偷的把个家请帖都准备好了 你看 这就是我们新大郎呀的 请帖 拿来给我看看 他把请帖交给柳青 这兄还不是字他要看 兄那个字 头朝下他看起来了 呦 你把上面红菜四十都拉不上 这些什么家伙 我一个也办不到 张峰 你念给我听听 好好好 请宴 你听着 我念你听了 上些蒋宁府大老爷 铁北请收 拜 拜 我的家 我大老爷也能来拜我这做贼的 拜念 拜念 下坠着南京 管宠的请客 他也写我是他哥 今天 江宁府里已经开始开宝 我听张峰里表说请客压宝桌子比较在行 特请请客来江宁府帮我压宝桌 宝扯了以后 我陪你请自在一块喝酒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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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老太太行 你说老太太行众也有 算 是我侄子派人来逮她的 张峰里表当时给老太太十个颜色 什么颜色 侯爷行众叫 叫的的 把你老娘也给她请着的 就是这样 把她 娘儿娘 她就请走了 毛案里的东西 实在实在 能带都带 不能带的 不值钱都白了 吧 娘儿娘跟着张峰里表 这就进了江宁府 早有人 雅环伺候 把老太太就请蹦了 要是太太 楼上拉挂去了 张峰里表 心中爱想 我们有幸直接的 把个请业 带到散堂书馆 俺是骗的就 又怕请业那 独龙囊子会囊 怎么办呢 后来是逮的就 万万无奈 这两个家伙 也要讹的 想个点子 请业 你老娘慢走一步 我们马是又到你险境 朝后边散堂书馆境 大老爷进去散堂书馆 等你呢 哎哎哎 你俩小的不带我 我知道你老爷在哪 因为我们经常起来 有点早了 有点受凉了 肚子饿 肚子 现在肚子疼 实在受不了 还得去 大前大便 行行行 那管啥也不能 管你大小便 哎你去呢 你就这样讲 你说哪个是 江丁府大老爷 我请爷来了 你就这样讲 大老爷就赢你了 行 张峰里表 躲一遍去了 刘行就按照 指点防线 时间不大 来到散堂书馆门口 他就按照 张峰给他 交代言辞 哎 谁的江丁府大老爷 叫张峰里表 两个比 那些 请我来 给你压宝 做的 我来啦 你说他在外边 也咋回 流入在里边 那听不见吗 呦 心中按相 怎么压宝 做的 哦 肯定张峰里表 给他骗了 这两个家伙 又不是 躲哪去了 三喜六安 见侯爷 前面 你看看 他就是我的请哥 他是飞毛腿 我让他进来的时候 我一报名 我怕他会跑 不能让他跑 你俩躲在门后 一定要注意他跑 给他拔住 是 往静龙黄世界 见侯爷 你俩就站在我背后 别的不要注意好 胆注意他那个 腿肚上 有个东楼囊子 昨天晚上 差一点 我被他囊死 哦 还要是囊子人来了 你俩就用方圣剑 把那个囊子 给他打过去 是 四个宝家官 这就是暗地埋伏 保护好咯 刘荣笑笑 哎 外边来者 不是我那请哥吗 江宁府大老爷 我在这等着你呢 哦 刘荣也看在这房屋里边呢 也买步他 还不如进来了 哦 说你就是江宁府大老爷 刘荣还跟他给我坐着嘞 秦哥 你不认识我了 啊 不认识你 俺从来也没给你见过面 我怎么能认识你 秦哥嘞 你这个是贵人多忘事 昨天晚上咱们俩还在一块喝酒 坑烧鸡了 怎么今天都不认识了 什么 昨天晚上 哎呦 你还能是呢 小刀吗 我那个小家伙 你不出家当道子了 你改行了 你又唱大戏了 你那是人喘子来的呢 秦哥 我不是个道士 昨天晚上 我是冒出个假道士 我是出去私房的 我就是江宁府大老爷 我不是唱戏的 你还不知道 我整名实姓吧 我就是散地六戎 六十安 你什么散地六戎啊 哎呦不得了了 你早冒变狗四方 是不是大爷叫你来南京带我的 把两个哥都被大爷轻手用渣渣了 我在家打死人命关天 你来到南京带我 你想杀我是不是 我在大门跑 昨天就跑 你说三个星灵 我打了个猛猴 推推 踹出来了 别跑 刘青一看毁了 三弟 你看你个样个呆住 那样像龙岛山 讲他还怪客气 我这想跑了 你暗地还埋伏 你看跑不定了 三弟呀 我在家打死人 我是威名出害的 因为那个死者 抢人家红花幼女 我认为你个人大爷在朝中 做官情 我这个 哎呀得做好事 所以我一不小心 我都把那个贼打死了 我就知道你个大爷过来杀我 俺个爱娘就跑来 跑到南京来爬粉了 三弟也别杀我 你要杀我 我娘到晚年就没有依靠了 我还得要孝顺爱娘了 三弟 你别杀我 亲哥你不要害怕 三六龙来 把花了名 还一声情歌 你要听讲 昨晚上 我白板出家 一个小刀子啊 江灵府 张鹿那一案 我去死刑 我死方听到那酒馆 你们那说话 我唱的情歌 情歌 关于张鹿一案 你在酒馆喝酒 你不是说过大话吗 江灵府大牢也在管 立掉你也不行 雪鬼连怎么害死的 她这甭丈夫 她减负 是哪 拿什么东西 害的 你不是讲有多醋 有多长吗 我今天 我想应请你 怕你不来 我才派人去逮你 良人不敢逮 才把你骗来的 哪有什么宝座要你呀 我是叫你来 帮我伞子拿上的 你要这一跑了 你可知道 伞子上拿不出来 我这一刻人头 我就得叫 跟人家死者接管了 我跟人说的是 人头守己 情歌 哦 刘强夜庭 原来如此 我光知道 是江灵府大老爷 谁知道 你是我伞弟来到南京了 伞弟来 你先放个度来吧 这三次拿上 我不绑你 你想谁还能绑你 我也不绑你 你就活不了了 这个上约我 拿了我保证 这些家伙都给他拿出来了 情歌 你不是江灵府的五座子 你没有权利宴上 你要想拿上 你还得改办一下 怎么改办 改办江灵府的五座子 明天早上 填一辆审 我会传你 你就上他 还不能嫌 我是你伞弟 共事共办 你得嫌我 老爷 侯爷都行 刘强说 你要不要伏掉老 我是你哥 你是我优弟 我还嫌你个侯爷 你 你不这样称呼 人南宁官 不会你 让你给我宴上 哦哦哦 我要不嫌你侯爷 都不让宴 对 行 那我都嫌你侯爷 就叫 三喜令晚 把刘强带到下边 去准备去 哪里要想 也准备 吃饭 不在书中 交代 吃吧 早饭 南宁所有管都 到路 文物状元 胆帮 不决 二贫 大院 高总 容 把南宁 改宫 八宫 修财 零声 居家 神员 等等 全部都带来 刘强 这野船 领 把个土塘 仍然又生起来了 这野生起了 土塘 就看那个 文物状元 文董 无邪 落了座 杂志的官 都在这 两边 站吧 文状元 徐桂林 就说 三后爷 昨天你说过的 今天宴上 三次上 再拿不出来 你把你那一颗 人头 就得交给我了 六肉说 那是大人了 三脚跪影啊 还有最后一遍 咽不出来 我不会装脑的 来呀 给我传五度的长堂 三六肉 八零星 毛怀了 三夕六啊 二弟兄 亲热 亲热 虎爷 穿着上堂了 小柳青 翁平 也不得呢 把个多龙囊 一拿 哎 白囊 别让 你就让三树三角去 不能拿呀 拿回暴露 沈风 小柳青 上大堂 你忘了把 霜西 下跪了 跌流 平 先见了 后将火 三侯爷 连连个口 那处 侯爷在上 小声参见 侯爷 八零 今天我要你三次拿上 油就是油 没有就是没有 给我下去 宴去啊 后爷 我这宴上 跟旁人宴上 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一口道 要道干什么 因为虚鬼连狗肩府 害甭府 我看到也不知道 怎么害的一家 我打贼里书里 贼里呢 那肯定都被 宴过来宴把抓 那肯定那东西弄得 嘟里去了 我要不破腹 那就拿不出来上 好 来呀 看到此后 早有人看过 一把的胆倒 交给了刘青 刘青领导就要去 破腹宴上 你也说那个 温广远 吴广远 胆榜 无绝 二贫 大院 高级 慌四个家伙 爬起来 站到了 哎呀 不中这样 刘若说 你们怎么讲 怎么讲 大秦绿条 没有这一条 死者 死了 他没有在 不应该破腹 言啥 国家的绿条上 没有这一条 不容易 那赏在内部 赏在内部 可以用银炭的炭 那没炭到 就说明 内部没有赏 横赞 一个要破腹 一个还不让破 这双方民 就在这个大唐上边 乱起来了 那么刘青 现在真的要破腹 刘若不传令 这 宋西医院 家子的还不让 我怪不得 刘青 接着 抄抄 哪里要想 大唐 混乱 这是 就在 突然听到 外边 那个北门 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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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 压下南京 副将领 为美外 六声大炮 正儿龙 所有的 若有哪里 跑成仙 北京城 雷有慌慌 三千大兵 两色南山 半浪湖 那死北海的浪土 沈赵战 这天地 人海的麻椒 多为分 来听说 你们都朝那个 中军看 还来了 把他的教育成 软药 软药 为那 教理 作弱 那一位 他们是 北京城啊 天丸直直的 雪景 老天 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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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马停下来了 中军官 有 我命的兄弟啊 快马进城 给南京的所有官员打个招呼 接应甭千岁两步 是 中军官 二番都上了马 马上甲匾 进入了北蒙 行走大街 把南京 打架所有的官员 服蒙上都送过信了 送到蒋宁府的信 就是说 田官已经要进城 在北蒙市里畅厅 赶快接应他老的虎家 两家拥拥官 大大萧萧的 府门上都送过信了 这也就回来了 你说蒋宁府里 所有官都在这堂上来 一听列布老田官回来 你说大家 他也不宴上 多去接应 刘荣当时 把汤姆一甩 啪啦啦 哪一个敢去接应 现在我拥是在上 正在省堂宴上 接应什么人的 啊 平常没有事 我们可以接应他两步 现在正在宴上 哪有时间去再退堂 接应他 不中去 徐老田官 回奔南京 他是来家探家的 难道说不接应他 他就能找不着家了 他这也不叫人去赢 谁也不能动哦 就在这个时候 老田官 虚惊咯 一等 也不看有人赢 二等 也不看有人赢 再一向贿赂 白个人自找难看了 大概南京 这个小官 解应大官的规矩 被刘荣改掉了 刘荣当初是连里大位 现在擦街出境 是四瓶荒唐 他管小了 大概他在南京行贵 就说小官 不行接应大官了 要不然的话 那你能管 为什么连一家来接应 我的也没用呢 既然没有 我也就不要在这自找难看了 来呀 大炮京城 一传令 大炮京城 人还拿掉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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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人马 京城顺不大姐 时间不大到了 到南了 到了田馆府了 三千人马安置好了以后 早有人报个老太太 老太太派人 接应老馆府 把个老田馆 接应下轿 老夫妻 这就赖到 自家的开庭落座了 老太太不见老馆 人回来还好 也见田馆 回来家里 可怜 可怜 你正正心如刀疆 飞如箭穿 官人 我可把你盼回来了 夫人呐 我回家来是习事啊 你为什么严重 汗泪 管人 你管着北京 把管来做 你哪知 家中哪出了 大事情呢 我贵女过门 半年正安 没想到 我这贵血得病 回来永城安 我的女儿啊 请到发丧 学送病啊 勾与着 四平的荒唐 那个副将宁啊 小狗管 将宁付了来商人啊 他管制不当 是个路透清 大街上穿 花管枪啊 又将我的贵女 上了把我生安 我女儿被她下 叫叫 叫 你服啊 好可怜 她给我的女儿 上了费心啊 先如今 我贵女 等见 把老做 可把这味疆 我都疼啊 放开 老他来看 从前来到后 想要一遍 官人 你救救我的贵女吧 你可能 打救我女儿 回家中 老太太 她口口啼啼 想说一遍呢 惊动了个天官 血惊龙 她一生夫人啊 不要难过啊 她看这个大火 又我曾 说痛啊 把给我美爱弄 十杯烟花 给我准备 来来来 我给一桌 拿个流浓 写一封信 你四人 你给我抬着一层五彩的脚啊 把这方属性 带到福将领 大堂上你 就给了三千岁 她看我的属性 便知名 给了三千岁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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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